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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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都在学日文 很多教材里面 刚开始要学的就是五十音 五十音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自我介绍 我是艾莎 那日本怎么说呢 教材里面都会写 私は艾莎です 对吧 大家大概都有听过 但是其实日本人不会这样自我介绍 日本人会怎么说 日本人直接讲说 艾莎です 但是跟日本人真正聊天的时候 一听就知道 外国人这种感觉 所以在我的课程里面 是把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有在教的蛮仔细的 然后就是去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聊天 是怎么聊天 怎么聊天呢 日本人这样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那遇到这样子状况的时候 要怎么回答呢 在我的课程里面都有在介绍 超棒的 然后这个课程好像是十个小时 对不对 是 然后现在目前在线上平台 募资的进度非常的好 已经有一万五千多个人购买 对 谢谢大家 就是已经有一万五千个学生来报名了 那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讶 也是很高兴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可以 喜欢我的课程 那就是我的课程里面 从五十英开始 领基础的人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用担心 然后可以来参加 然后里面是有 就是绘画 绘画 就是我们同场跟朋友的绘画 或者是跟长辈的绘画 还有一些商务的 就是跟日本的客户 去日本工作的时候 怎么讲话呢 日本有很多禁语 是 要这样怎么分呢 就是里面都有在交 所以就是蛮实用的 是 那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 因为很多人一定对您的 为什么当时会从日本来台湾发展 非常好奇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 当时呢 是因为当初有那个超级星期天 这个节目 小燕姐的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 日本超级美少女 然后那个单元呢 就是请日本女生来台湾 然后训练三个月 然后训练之后呢 要发片 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我就 我有知道有这样子的比赛 所以我就报名了 然后来台湾 那时候呢 因为我是从小学表演的 我从八岁就开始学表演 所以我从小的 自己的目标跟梦想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长大之后一定要等表演者 是 所以就是当时呢 听到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计划 计划 会觉得很吸引我 第一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表演 第二是去国外 是 然后就可以学台湾的文化 可以学中文 然后就觉得 嗯 没有不去的理由啊 对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三天后我就下定决心说 我要去台湾 嗯 然后不到一个礼拜 我就搬来台湾了 哇哦 你有执行力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 十七岁 年纪很小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法就是 没有想那么多 嗯 就是不怕害怕 对 然后其实因为我是从神人嘛 从神离台湾很近 对 我当初呢 就是还没有通知 来台湾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本来的想法是要去东京 嗯 要东京当艺人 对 那从神飞东京要多久时间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但是 从神飞台湾 一个半小时 反而比较近 对 然后就觉得 很又近 嗯 然后觉得嗯 好像很方便哦 是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来台湾 那来台湾之后呢 其实 跟当初我下定决信 在冲绳下定决信 要去台湾的那个 就是 充满的 那种 抱着很 对 抱着很多的 抱着很多的 梦想跟 其实 人真的到了台湾之后呢 就是蛮不一样的 哦 有哪些不一样地方 帮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跟各位聊 好 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 是什么歌呢 好 第一首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unday Girls 好 喜欢你 啊好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在现场的来宾是 呃我们公司很多伙伴 都非常喜欢的一位艺人 千田艾莎 哈喽欢迎您 嗨回来了 所以伙伴 上一段您分享的歌曲 嗯 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是 就是那一首歌呢 是我来台湾 然后就是 参加超级星期天嘛 嗯 然后我们就后来 就组了一个团体 叫做Sunday Girls 哇 然后我们就 发片了 嗯 那那一张专辑的 就是主打歌 就是刚刚那一首歌 嗯 好吉他有喜欢你 是 那里面呢 有日文的歌词 然后中文的歌词 所以我觉得 就是刚开始 嗯 当时是我刚开始学国语嘛 嗯 那现在就是 我是变成一个日文老师 所以呢 就是 中文跟日文混 就是就是 混在一起的 这首歌 对我来说 对现在的我来说 嗯 也是很有意义 然后对当时 2000年的时候 刚来台湾的时候的我 嗯 也是很有 很有就是 很多的回忆的一首歌 嗯 嗯 我还记得去年有一则新闻 就是2023年的时候 嗯 就是你的另外一位队友 嗯 嗯 满意 嗯 因为疫情就是好几年没见面 对 然后你们见到面 就是你们相拥 然后有点感动 对啊 嗯 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对 那就是我去东京的时候 有跟他见面 虽然见面的时间很短 对 但就是见到面的时候 毕竟我们是从小一直长大的 哦 从小一直长大 应该是说来台湾之后 哈哈哈 因为来台湾的时候 年纪也很小嘛 是 那时候在17岁 嗯 那麻衣是 就是已经 不是一直努力工作的伙伴 他已经是我的家人一样 哇 我们是很像真的是家人的关系 嗯 所以就是 见到他 我会觉得很感动 对 就像我疫情结束 第一次回去充神 我看到妈妈的时候也是 嗯 就是眼眶翻红 哦 是 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感觉 很久没有看到家人 就会有那种很特别的感动的感觉 是 那伙伴我想请教你 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 嗯 有哪些地方是比较不适应 或者需要克服的 最最最难的是 嗯 语言 语言 哇哦 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很难 嗯嗯 那因为其实中文跟日文的文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嗯 然后 国语的发音 例如说卷舌 嗯哼 就是日文里面是没有的 对 所以对日本人 日本人来说 到底是怎么发音 很多东西都是没听过的 对 没有发过这样子的发音 嗯哼 就是很很难 很难 然后会觉得哦 大家讲话很快 就好不容易 学到了一个单字 但就是听不太出来 因为大家讲话很快 对 就是遇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作者 嗯哼 然后像一个笑话 就是我第一次录 超级星期天的时候 对 就是节目已经开始录了哦 嗯哼 然后就录完之后 就是耶结束了 然后就想我那时候呢 以为是在彩排哦是 所以就是因为听不懂 所以我就是一直 永远都在状况外 是 就是那个 就是一直在状况外的时间 其实蛮多年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是因为听不懂 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些 负面的想法 哦对 会觉得说 是不是大家觉得我表现的不好 嗯哼 因为我听不懂 是不是造成大家的困扰 对 会有这样子的担心 嗯哼 其实那是我自己想太多 是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 呃包容我 很帮我 嗯哼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啊 还有一些大哥大姐 大家都是很照顾我这个 晚辈 嗯哼 所以就是当时是想太多 但是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大的 呃挑战 对 那其实我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虽然还是有日本的口音蛮重 但就是平常聊天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 呃困难了 嗯哼 那我觉得语言这个 学习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 不是因为 因为刚开始学了 一个月两个月就放弃 真是太可惜了 是 不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多学习 多听 有一天你会听得懂 你会讲话了 嗯 嗯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像您刚刚提到的 嗯 会感受到挫折 嗯 或者是会有些困惑 嗯 那是什么之使你继续能在这片土地上发展 跟茁壮的呢 嗯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有一次 其实我心情就常常很低落 会觉得 嗯 听不懂 嗯 然后觉得 后来 Sandy Girls 结散之后 其他三个人都回去了 对 本来我也有 我也以为要回去 嗯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有接到一个节目 对 那自己很开心 接到这样子的机会嘛 就是 我就接了这个节目 嗯 然后呢 那时候因为年纪又太小 嗯 就不懂 就是不懂很多的事情 对 那我以为 他三个人回去 他三个人回去 我也要跟着回去日本 嗯 结果呢 节目还 我们节目还在录 哇 所以必须要每一个礼拜要回来 要很累耶 对 嗯 那时候又没有连航 嗯 所以呢 就是要坐飞机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嘛 对 所以就是我就决定自己要留下来台湾 嗯 那时候就是因为其他的人都回去了 那 心情就很低落 对 然后我有一次跟爸爸打电话 嗯 就跟他说我 很想要回去 嗯 嗯 从那个回去日本 对 我觉得在台湾 我觉得太想家 嗯 就没有朋友啊 嗯 然后很想家 我觉得听不懂很辛苦 嗯 然后我爸就讲了一句 他说你要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啊 是 但是你人都已经在台湾了 嗯 你现在要回来 你不需要多了解台湾的文化吗 你就是因为听不懂而放弃 现在你已经有这么好的机会 人都在台湾了 嗯 爸爸觉得你回来OK啊 但是你要不要再仔细想想 是 那我就听完之后就觉得 嗯 没有错 就是这样子 因为相家回去的话 我这样子努力了一年多 我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继续留下来台湾 太棒了 嗯 伙伴这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 是什么歌呢 啊 接下来呢 我要分享的是 大嘴巴的垃圾 哇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 非常优秀可爱 而且唱歌很好听的 倩田艾莎欢迎您 嗨大家好 我是艾莎 所以刚刚听的歌是 之前你们的一个团体 大嘴巴的歌 是 那这首歌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这首歌对我有什么意义 当时超红的耶 对就是这首歌呢 就是很多那个年代 哈哈哈哈 因为毕竟接上了 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 就是当时 当年真的是 真的蛮很红的一首歌 然后好多人都会知道 这个垃圾副歌的地方 怎么跳啊 真的 就是做一个动作 大家都知道这首歌 所以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首歌 是 我在台湾这么多年 然后当然大嘴巴之后 其实大嘴巴里面有很多的 经典的歌曲 那哪季这首歌 就是其中一首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而且很热闹 就是听完这首歌 就是气氛就会很开心 是 所以伙伴我想请教您 就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体 以及团名为什么叫大嘴巴 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人 毕国勇老师 他有这样 要做这样子的团体的想法 对 然后就是刚好 我是被他找到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是从小学表演的 对 但是因为来台湾 然后当Sunday Girls 之后 我是去很多综艺节目 对 跑很多综艺节目 就当来宾 然后上很多的通告 那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抱着 还是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嗯哼 所以呢那个时候 我是有请 麻吉大哥 哦是 对就是跟大哥说 可不可以让你们演唱会的时候 让我上台一首跟你们一起表演 嗯哼 然后就是大哥就说 可以呀欢迎欢迎 哇太好了 然后对他就是我的贵人 嗯哼 然后我就上台表演 嗯哼 那这个影片呢 放被放到网路上 对 然后我们的制作人 呃毕果勇老师看到之后 他觉得很有趣 对 就是这个女孩子很好玩 嗯哼 然后就是因为被他找 这样子找到的 嗯哼 然后我就听到 他的邀请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很 其实自己是蛮低潮的时候 哦是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很 大概 嗯 五年左右 嗯哼 的台湾的演艺圈 嗯哼 然后也很幸运的 有很多支撰都给我机会 对 所以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嗯哼 但是我还是想要把 跳舞这个部分 对 想要更多的发展 所以那时候有在考虑说 要回去日本或者是要去美国 嗯哼 进修跳舞 是 然后那时候呢 其实有在准备 就是要离开台湾了 哦是 我已经跟那时候的经纪人 跟老板讲说 我想要进修 嗯哼 所以可能要回 就是离开台湾 对 然后没想到 就接到这个消息 嗯哼 然后就二话不说 我不 没有要离开了 对 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一定要留下来台湾 是 要把自己的梦想 就是 达成 这样子 嗯哼 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 因为大嘴巴的成绩 非常的好 嗯 谢谢 那为什么后来团体会解散呢 啊 团体解散的部分的话 是因为合约到了 嗯 嗯 然后就是 每一个人都会有 不一样的想法 对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组团 大概十年的时间 嗯 十年的时间 我们每一天都相处 每一天都在表演 哇 那就是 到后来 合约到了 嗯 或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是 互相尊重 对 那就是 嗯 因为这样子合约到了 我们就 结束我们的 团体 这个大嘴巴 这个团体 这样 那现在看像 呃 四零 演戏 演到已经 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 男演员 对 然后我看到他这样子的成就 我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嗯 那未来还有机会合体吗 以及 就是您自己未来还有出歌 出歌曲的打算吗 嗯 嗯 音乐这一方面的话 我还是 嗯 希望可以会有新的作品 对 那大嘴巴会不会在一起呢 这个就之后看看 大家有没有刚好有时间 嗯 因为现在其他的人也是忙着拍戏呀 对 就是要时间要配合也是 嗯 要看看之后 大家时间可不可以搭起来 嗯 太棒了很期待 伙伴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 是什么歌呢 哎 这首歌呢 是叫做 永远在身边 嗯 也是大嘴巴的歌 好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啰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节目现场的 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 演艺人员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 主持人 千田爱莎 哈啰欢迎您 哈啰 所以伙伴我想请教您 刚刚的歌 是什么歌 嗯 刚刚的那首歌呢 叫做永远在身边 也是大嘴巴的歌曲 那那首歌呢 就是 其实那一首歌是翻唱 我们是cover的 对 那首歌本来是日本的歌曲 嗯 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 呃 换成中文歌词 对 然后重新编曲 然后就变成是 大嘴巴的 嗯 一首歌这样子 嗯 那 就是这首歌 因为永远在身边嘛 嗯 那就是 大嘴巴已经结上了 嗯 但是呢很多东西 很多的情感 我是 我是一个蛮 怀怀怀怀怀的人 对所以呢就是 听到这首歌会觉得 我在台湾这么多年 嗯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阶段 对 那就是听到这首歌 就会想到很多每一个阶段的 嗯 事情 回忆 回忆 对 嗯 所以伙伴我想要请教您就是 因为从我印象中 我在十五岁的时候 看到您在超级七七天上面 嗯 到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变耶 真的吗 你是如何保养的 可以 如何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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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实平常的最基本的保养很重要 对 例如说 卸妆卸干净啊 清洁干净啊 然后像我的皮肤比较干燥 哦 嗯 那干燥的话一定要多做宝石 对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嗯 要不然就是皮肤干干的 很容易那个细纹就会跑出来 是 那久了就会 那个细纹也已经不是细了 就会变作文 变作文 变作文了 对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嗯 要保持一个正向的想法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就是维持一个热情 嗯 嗯 这样子可以维持 我会认为可以比较维持年轻的一个想法 外表一定会慢慢慢慢慢慢老 但是我的想法 我的目标是慢老 慢老 嗯 很多人都会讲说逆龄抗老 但是我觉得人会变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没错 所以呢就是我的目标是慢老 慢老 越慢越好 嗯 然后就心态维持年轻 对 热情 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好像 嗯好像 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就会 直接呈现出你的身体外表上 嗯 伙伴那接下来下半年好像有一个新节目 就是跟美容跟保养有关的 对就是接下来我的新的节目是 就是介绍一些保养 嗯 还有眉妆 对 或者是头发 那全就是韩国日本台湾 就是亚洲的一个最新流行的一个资讯的节目 哇哦 对那这个呢 会在网路平台 网路平台 还有电视台 也都会播出 是 那之后呢 就是决定了詳細的时间 我到时候会在我的Facebook 还有IG上面都会公布 天啊太期待了 谢谢 那伙伴这段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接下来那我要介绍也是于豆田光的The Flavor of the Love 好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节目现场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演艺人员千田艾莎 哈喽欢迎你 嗨大家好 所以伙伴刚刚分享的歌是什么歌呀 刚刚分享的是于豆田光的歌 这首歌呢 我自己很喜欢这位歌手 第一他的歌声非常的有魅力 然后他是出道的很早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就听他的歌 然后来台湾的时候呢 听他就是乡家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 我想要放松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歌曲 然后他的咬字也是蛮清楚的 所以如果对日文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这个歌曲里面学习到日文的咬字 或者是唱歌都可以学习得到 所以我今天就推荐了这首歌 伙伴那回到您的这个线上课程的本身 因为很多台湾人都对日本是非常的喜欢且亲近的 那你觉得台湾人在学日文上面 最大会碰到的难题是什么 最大的碰到的难题 我是认为 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否定式 否定式还有什么进行式 非过去式 他说过去式很多很多的讲法 那就是很多东西台湾人会有一点点搞错 因为日文有很多的讲法 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是要怎么学会 就是要多听多看 然后就是老师讲的东西要仔细听 才会学得到 是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 还是要看我的课程 我待会就要去购买了 谢谢 谢谢伙伴 那伙伴就是您现在课程在哪一个的募资平台 就是有进行募资呢 搜寻师傅这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你也可以直接搜寻千田爱沙使用日文课 也可以找得到 那现在的话募资中 然后到6月7号 是我们的就是比较优惠的时间 是真的 然后真正上课的时间是 6月26号 就是把这个10个小时的课程全部上线了 对 那伙伴未来 因为这次卖的那么好 之后还会有打算去 进一步推出更实用更进阶的日文课程吗 可这个还不知道 但是没有可能 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发现好多人都有来 变成我的学生 对 那如果这一次的课程大家的翻译很好的话 我也想要更多的更多一层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 那伙伴又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注您的接下来的发展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您接下来的发展跟最新动态的话 可以怎么找到您的资讯呢 在我的脸书Facebook 然后怎么搜寻呢 打千田爱莎就可以了 还有IG 然后我还有在经营我的YT的Channel 就是Channel叫做千田爱莎 那在这个频道里面主要是 我是拍Vlog的 然后去日本 然后我就自己拍摄 拍Vlog 有介绍自己喜欢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如果对日本要即将 有在规划即将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我的YouTube的里面的影片 是真的太棒了 那伙伴最后想请教您 就是有什么话想对那些一直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的 想说的话很多 就是很多粉丝都是从以前很久以前 到现在一直都在支持 那我觉得能够有像这样子的粉丝们一直陪伴着我 其实会变成我很大的动力 所以我真的是很谢谢支持我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一起成长 你相信千田爱莎伙伴你以后会有更多更棒更结束的作品 等着大家 谢谢 那伙伴最后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好这首歌呢就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叫做Dry Flower 好这首歌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首歌呢是第一就是我 这首歌是前年的歌吧 前年发行的歌曲 就是一位男生的歌手Yu Li 就是Yu Li 那他是本来是那个街头艺人 然后就是在路边唱歌的 然后后来就被挖掘 然后在日本大爆红 那我觉得他的唱歌非常非常的有爆发力 是 很有魅力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咬字啊都很清楚 所以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那段我有好一段时间一直在repeat 对 他的歌曲 甚至于我还一直跑去他的IG 按赞留言 跟他说来台湾表演什么的 我很喜欢他的歌曲 所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今年艾莎小姐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 她发展的历程 当然也预祝她的线上课程 以及接下来作品都能大卖 而且越来越多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肯定 那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遇到任何难题或遇到任何疑难杂症 也欢迎在脸书上面搜寻力达真信社 或真信社阿宅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再次感谢伙伴 谢谢 也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好的夜晚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